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日在一次投票活动中,孙颖莎被推上热搜,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小到几岁的孩童,大到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都无条件地支持孙颖莎 如今孙颖莎票数已经突破900万,颇千万指日可待 但不少网友发出质疑,孙颖莎是凭什么位居榜首的呢?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孙颖莎凭什么力压众人? 这里给我个三连,解锁更多孙颖莎的消息 如今的孙颖莎不仅是国平的团宠,还是个大球迷的团宠 但是数大招风,难免会引起质疑 很多网友看见孙颖莎稳居第一 很不理解,孙颖莎没有三大赛冠军,为何能占据榜首? 这个投票也变得毫无意义 虽然孙颖莎没有奥运会和市锦赛的单打冠军头衔 但关注孙颖莎的真爱粉一定清楚 孙颖莎曾两年多没有专业教练指导,一直处于一个散养的状态 即使很多人可能都放弃了孙颖莎,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 每天坚持训练,虽然没有主教练的指导 但孙颖莎的外战成绩依然很出色 这就是实力 内战曾多次打进决赛 虽然没有夺得冠军 但身为一个两年多没有接受过专业指导训练的球员来讲 这样的战绩还不够证明一切吗? 如今人民日报也开始发文表扬孙颖莎 刘国良更是被感兴为力挺孙颖莎 而孙颖莎这一路走来其实很不容易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从最初国拼的无名小将 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的国拼主力球员 甚至到现在的人气王 尤其是在伊藤美城被认为是国拼最强敌的时候 孙颖莎多次横扫伊藤美城 刘国良为此也感谢孙颖莎为国拼所做出的贡献 而刘国良曾多次在各大比赛中安排孙颖莎身兼多项 无疑是对孙颖莎的一种器重 并且孙颖莎也能每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如今孙颖莎力押王曼玉和陈梦两名实力干将 更是获得杭州亚运会的比赛资格 甚至还要身兼多项 但孙颖莎从不抱怨 为国拼任劳任怨 即使孙颖莎没有单打冠军头衔 没有像王曼玉和陈梦那样战绩辉煌 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孙颖莎也一定会实现大满贯的梦想 虽然现在孙颖莎战至第一质疑生也很多 但孙颖莎从不理睬 能做的就是用实力证明自己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球迷都在默默支持着孙颖莎 也希望孙颖莎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不负忠望再创佳绩